九阴真经,乃天下午学总高 江湖中人无不厮杀争夺 最终由王重阳所得 王重阳逝世后,又是另一场腥风血雨 这天经过大理,打算到客栈,好好休息一番 没想到,在二楼遇到了长春真人,邱楚姬 不小心听到他喃喃自语说 王重阳真人,要周伯通,把九阴真经给毁掉 我第一天啊,毁掉钱让我看看不行吗 这也太浪费了 在青城派右边的破庙 偶然发现了周伯通的踪迹 没想到,还遇到了黄药师和他的夫人 黄药师一听周伯通,正要带着九阴真经去毁掉 便跟周伯通说,来比赛玩个小游戏 如果玩专麻雀赢的话,就把九阴真经借给黄夫人看 如果输了的话,就把桃花岛镇岛之宝,软卫甲送给他 我们帮黄药师赢了游戏之后 周伯通不服气,在那边喊作弊 说啥呢,我们只是买了商城的同趣令而已 结果不会武功的黄夫人,看了半天说 周伯通被骗了,说这本是金庸群侠传online的攻略本 根本不是九阴真经 气得周伯通,要回全真教,质问邱楚姬 还随便将假的九阴真经乱扔 于是,我们就顺手捡起来,原来是九阴真经下卷 偷偷跟着周伯通,回到全真教 在三清殿,听到周伯通问邱楚姬 邱楚姬,我的九阴真经怎么会被吸毒给掉包了 师叔,您的九阴真经一直都在身上啊 糟了,我被黄药师给骗了 我这就上桃花岛找他算账 周伯通,已经飞奔去了桃花岛 你们不可能跑去码头开船吧 不可能有人不知道可以传送吧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首先先从码头往上走 要找到黄药师的住处 入口总共有两个,会随机变换位置 一个在最左边,一个在最右边 好吧,眼黑左边这个不是 那就前往最右边 到了第二层前往坐标,一千八四千 到了黄药师住所 周伯通,已经在跟他理论 周伯通,开口就大骂黄夫人 黄药师一气之下,就要做周伯通 我们赶紧帮忙 打完黄药师,就被他一掌赶出来了 接着,去坐标五千七一千七 发现周伯通,被黄药师 给关在山洞里了 周伯通决定,偷偷把九阴真金上阵 交给我们,于是 我们就凑齐上下两阵九阴真金哦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码头有传送员吧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可是虽然拿到了完整的九阴真金 但这本高级武学 实在是太难理解了 还好当年王重阳在古墓中 有刻在墙上的注解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难道我武区是古墓派的,也要跟你说吗 然后,这个地方,真心难找 毕竟武区也过了好久 最后,终于找到了那面该死的墙 所谓不仅一番寒撤骨 沿得梅花扑鼻香 英文的话就是 How can you get a fragrance of plum blossoms without going through a bone trilling coat 我正失意大发 居然有一个小白 在那边说 我用外挂 是不是欠批啊 总之 最后终于学到了九阴真金 我要天下无敌啦 可喜可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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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